嗯 因克拉克今天火线复出 对 这空间完全温开 对 找到错位的机会 看看克兰 好球 就是我们分析 辽宁队 其实他这场比赛 他后面追得非常紧 好球 估计也在慢慢找感觉 嗯 克拉克看看 个人进攻不行 那能不能去带动队友 对 这也是新疆的特点 好球 克拉克我觉得 从第一节后半 能到现在这三个助攻 都留下深刻印象 哎 这次差一点运动队得分 那一个是呢 心情更好 一个是他专注啊 那可能看后边会越打越好 这打把子 对 这红楼开 拉克再来 这六头零重 第七次不见了 靠前场篮板啊 哎 自己也是 哎呀 这个得了分 运动队得分了以后 球员在场上心里是不一样 领先到了15分 嗯 就是能看得出来 两位队今天说 如果三分不开 这场球肯定没戏 所以说今天所有的机会 都是坚决投 就是一会啊 嗯 三百元 嘿嘿 因为锅儿道看了 能了19分 再给西里京 很坚决啊 好球 再整个克拉克啊 三分球 有了 也见啊 克拉克 是 哎呦 这是小球后分球 是 我换三打一 我们之后确实一直 就是降得非常厉害 没错 那种这个下降很明显 哇 周琪这是突进去 刚刚这些打得有点简单啊 连续史丽分三的一打一 效果不好啊 克拉克再上进 嗯 三分了 是 对 对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尤其是我们说到了 呃 常规赛啊 一轮一轮一轮的这个场次 一轮一轮的变少 过时间今天啊 真的是 这队 非常有攻击性 及时雨啊 对 两个队就需要这样的三分球 锅 哎 再到底线 好球 看克拉克这个 永远是做好准备 就全堆在一起啊 哎呦 两发重业 哇 周琪在篮下这样防 就是我羊手手就够了 对 你没有这种移动啊 确实是打周琪是很困难 阿斯想靠 周琪闪一步 又是新疆队 对 新疆就是你只要打不进 肯定是快速反击 这是新疆队最擅长嘛 由裁判没想事 对 克拉克投入关键三分 G平 对 史丽分三又一个花式动作 对 过于表演性了 对 他这两馅儿啊 克拉克 看能不能执行一个压手手 来一个 真厉害啊 六重 六重力很高 这个姜 晃开一个 真是超级头手 是 克拉克再出 这个绝活 对 克拉克你看 他这个节奏并不是特别快 一个肢体动作啊 我身上靠估计是体能消耗比较大 打了33分钟了 克拉克再来 可祝奇好球 这克拉克真的是感觉对于进攻的这种疏离这种层次的把握 真的是我们看克拉克身上看到什么叫自信从容 是吧 怎么去对威姆斯马上 没错 你还是在这个纸面上你得有这样的手上都有牌 对 而且看我们说克拉克对于进攻的疏离应该比菲尔德 会不会考虑把午饭的这个斯多克斯拿上来再打那么几分钟啊 好球 我们说范子明稳动 嗯 再到篮下好球 那个失误啊 上克拉克是 完全是 掌控节奏啊 没错 克拉克也 火都不会第一次接这么艰辛 嗯 对于辽英队的这个全场防守他准备得更充分 因为知道如果韩德军在场上使了一个全场紧逼 他第一经典都是 凡德军防谁谁去接应 对啊 哦 这球赵继伟虽然投进了但是时间不到 于事无搏